家里有孩子的,一定要试试这个早餐鸡蛋饼,两分钟就搞定了,晚中打三个鸡蛋,放火腿冰,葱花,不如不丁,再煎面粉,250克的牛奶,左手搅拌均匀,平底锅刷油放两勺面糊,然后再开火,面糊它一变形后撒点白芝麻,翻面再煎鸣养中,这样做的鸡蛋饼柔软筋道,当然孩子都爱吃。